我们今天还是画柳条鱼 我们再画几个不同形态的柳条鱼 我们还是白云笔 我们可以再沾点水 如果你笔上没水的话 可以从笔度后面沾点水 然后我们这个末还是 淡末还是调到笔度上 笔头稍来点末 稍来点重末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 花几个不同形态 也就是说不同动态的 我们先来一个 你看按下去 然后走到最后是干饼 接下来 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再来一些 再来一些稍微淡一点 你看我现在开始 看前半部分画个淡一点的 凶器 因为它是从上往下看了 它那个腹部呢 我们可以就是空着 好我们沾墨 稍稍站在那儿 然后呢 把眼睛 眼睛呢 是画到两边 但是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近处的眼睛稍微大一点 它由于透视 然后远处的眼睛呢 稍微小一点 嘴巴稍等一会儿用红颜色画 然后把背器画一下 好这个画好了 我们接着再画一个 这是一个动态 这是一个动态 因为这小鱼呢 比较简单 我们可以多画几个动态 这边再来一个 可以 好 眼睛 这个是从上往下看的 比较 这个稍微透视呢 幅度比较大 然后背器 后走 后走 好 我们接着再画一个 可以 我顺势看看 我鼻里面这个 这个水分的墨 看 差不多 柳条鱼 很像柳条 是吧 所以我们大家画的时候 可以 多多的练习 这边就少一点 两边的胸起呢 稍微不要让它太一样 这样就有变化 好 我们把它的嘴巴都点一下 三条鱼画完以后呢 去点嘴巴 我们也可以用猪标 我们试试 我们试试 猪标 加点这个 胭脂 因为猪标 比那个猪山 稍微偏黄一点 好 我们把第一个鱼的嘴 鱼嘴呢 注意画的时候呢 让它怎么样啊 像是 张着鱼嘴 似的啊 喝水呢 正好是跟它这个鱼头 是垂直的 这一点要注意一下 看 这三条鱼就画好了 好